好 年轻人的心声 那么到底这些位居高层的人 有没有听到 低薪国耻说今天持续的发烧 我们来看看一些企业大老板 他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全联总裁徐崇仁 他今天出新书 那么马上有人问他这个低薪的问题 他说如果你每天想着说 我薪水好低 我薪水好低 最后你就会开始抱怨这个社会不公平 而不是自己去努力走出自己的路 不过来看王平董事长戴胜义 他倒是帮很多年轻人打抱不平 他说22K真的太夸张的低 他认为起薪至少要三万块钱以上 抱着使命有流通教育支撑的全联总裁 徐崇仁发表新书 要跟年轻人拔干净 分享自己人生小故事 只不过年轻书迷访问徐崇仁 怎么看低薪问题 如果一直弥漫在这时候 22K 22K 那这些年轻人会觉得说 反正社会就是这样子 我不努力 这个是社会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以参加新书发表会的大老板为例 一开始也不是拿高薪 徐崇仁要年轻人专心工作 自然会加薪 不过另外一大老板马上踢管 就是不久前 采帮员工加薪的王平董事长戴胜义 台湾市真的薪水是非常的低 那么台湾的人才素质又是这么的好 我是认为替他们抱怨 就是说替他们打抱不平的 大学毕业就领到三万 我是认为那是一个很合理的价钱 为年轻人打抱不平 强调薪水至少要30K 只不过被困到残障厕所 失言风波 带懂仓皇离去 坚持不肯回答 三连新闻的预风和中台报道